好 謝謝 謝謝 准台中市長盧秀燕 當選之後積極卸票 也一邊籌組內閣人選 對於現任台中市長林佳龍的政策 他也有新的規劃 山首縣我們暫時不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我們先會努力去做捷運 建構台中的捷運網 這是林佳龍14年前提的 串聯大台中山海豚 全部77.2公里的環狀線 計畫施工到一半 現在要喊咖 從成功車站坐火車到追分 從原本的單軌化 未來會變成雙軌 而這是過去林佳龍山首縣的政策 這條完工之後 其他的部分 都會被盧秀燕暫時先暫緩 新的軌道還在施工當中 成功追分是山首縣的其中一部分 坦海地圖包含過去鐵路高架化 還有計畫中的甲後彩虹線 一直到海線雙軌高架 整整一大圈要花上一千億的經費 但盧秀燕認為經濟效益不大 據我了解到目前為止 捷運綠線的功能強大多了 也不過花可能600元左右 還沒有結算 因為還在興建中 那所以我想我們寧願 把經費保留下來 做更多的捷運 譬如說早點把捷運綠線完工 將來做捷運藍線 橘線等等之類 除了暫緩山首縣 另外台中大巨蛋的興建地點 也即將從松竹 崇德路 往後移到14起重劃區 考量的是交通的問題 從竹路跟崇德路口那個地方 交通已經相當涌散了 所以大巨蛋不適合再放在那個地方 而且當地居民也抗議連連 還沒上任就準備大改 現任市長政策 陸修園積極提出新計畫 準備接掌台中 蓄勢待發 到底成效如何 鎖市民都等著看 東訊王少宇 陳太祐 在台中報導 上唔在台中 上嶺